第三百三十五章 蛊惑云影 第二天一大早 菊花正在院子角落里未及 就见秦母一手端着个小消极 另一只手转着两只桃子走进张家院门 菊花忙叫道 哥 你咋这么早过来了 有啥事 秦母憨笑着对妹妹说道 好 我呀采了些香蠢牙 趁着新鲜送些过来 这桃子呀也快熟了 我摘了来让你尝尝 菊花带她走到镜前 结果消极 又瞧着那两个带着一丝丝红的桃子 纳闷地问道 嗯 前两天瞧着还没熟 想着还要过一阵子 这两个看上去倒是不错 秦母笑道 我见靠墙边最高的那棵桃树顶上 有两个桃子已经红了尖 正好呀 绑了长竹膏 构香春芽的 顺便就把它们也勾了下来 让你尝尝馅 你就学咋样 早起又吐了吗 菊花一边翻看消极里 红嫩新鲜的香春芽 捏了一根嫩芽头 放在鼻子下被闻着 一边打道 嗯 早上总要吐一回 过那阵就好了 哥 这香春好香呀 你送了那么多过来给我家 家里还有吗 秦母道 还有些 难得你喜欢这味 咱们呀就少吃些又啥要紧的 也不是啥好东西 又不是非之不可的 这味道那么冲 你不嫌弃它呀 菊花摇头道 嗯 不觉得嘞 闻着就香 待会儿呀我炒个鸡蛋吃 秦母将她喜欢 也很高兴 微笑道 咱家的好瓜也长了嘞 待会儿呀 给你掰一些过来 给你换换口味 说着 呼的拍了下脑袋 懊恼的说道 哎呀我忘了送些酸笋过来 咱家的酸笋腌好了嘞 娘昨儿还在说 送些过来给你早上吃稀饭 张家没腌酸笋 都晒笋干了 过儿他这么说 菊花微笑道 想吃的话 回头呀我最可去装些 不用你送的 秦母将桃子递给他笑道 娘单独帮你装了一罐子来 回头连罐子抱来 我先走了 吃过饭还有整天 说完 转身出去了 菊花看着他的背影 只觉得自己还是那个被宠着的小闺女 他感叹了一番 去洗了桃子和香村 又炒了个香村鸡蛋早上吃 郑跟和氏在厨房里忙着 杨氏抱了个大罐子 蹬蹬地走过来 将那罐子往案板上一放笑道 这酸笋腌好了 味不错 又腌辣椒片炒了 脆脆的 早上吃玉米糊最有味道了 何事见了喜不自禁 连声道谢 哎呦 我呀还在后悔嘞 不该偷懒 该腌些酸笋的 虽说家里有酸钢豆 有香酱 有酱瓜和黄瓜 可那不是一个味 偏偏菊花吃饭那么糟嘴 要是再不将就他一点 越发吃的少了 杨氏杨美倒 我不是他娘 这一点是还要你操心 你忙得脚不沾地 我呀就多咽些 也不过是顺带的 何事感激的说道 哪个不忙嘞 你家里还有个小奶娃 格外忙 杨氏摸摸菊花的手 又凑近掀开面筋 仔细的瞧她脸色笑道 还好还好 这脸色还不差 转头又对何事道 你又说我家有奶娃格外忙 那是肯定的 不过呀 菊花嫂子也能干 在家当闺女的时候 人都说她嘴一张 手一双 我倒觉得她跟长了好几双手一样 干活那叫一个快友 我都不好意思跟她比 她把小葫芦放在小车里边 边干活边看着 一点也不耽误事 何事笑道 摘羊的时候呀 咱们干脆都夏天干粗活 这家呀都交给她了 菊花照看小葫芦 顺便帮她拿东西 杨氏笑道 这还用说 我们呀还是老老实实的下地干活好一些 在家东抓一把西抓一把 哪赶得上她嘛溜 说笑了一会儿 杨氏方才匆匆的离去 何事赶紧接了些酸笋出来 配了些辣椒片炒了一碗 酸辣味冲得菊花打了个喷嚏笑道 好味道 这酸味呀 跟酸干豆的味不一样 是好闻些 何事瞅她乐道 哪里是好闻些 不过是隔锅饭香 要是咱们自己腌了 也就没那么喜欢了 家里没有的总是好的 不管怎样 菊花这天早上 就着酸笋吃了两大碗玉米糊 又吃了半碗香橙炒鸡蛋 这才心满意足的提了个小锄头 一边啃着桃子 去菜园子里修整菜地 顺便消食 她蹲在笼沟边 扯了会儿草 抬头见有鸟来吃樱桃 急忙大声地赶走她 第一声还管些用 再高声叫喝 那狡猾的鸟就不理她 气得菊花四处乱看 在墙根下找了一根长竹竿 是用来搭姜豆架子和黄瓜架用的 紧起来 冲着那树梢一阵挥舞 这才将那群鸟经飞 展翅高飞的鸟儿 色泽鲜艳 煞是好看 只是眼下菊花却不觉得她们可爱了 再这么下去 等樱桃熟了 果子也就被她们吃光了 她正生气地想主意 就听前面的通道里传来叫唤声 菊花 菊花 声音渐渐接近 菊花听见云影在叫她 忙答应了一声 云影见她又在菜地里忙 停顿了一下 便走过来蹲下跟她一块扯草 说起昨天在赵大嘴家 接生的情形 治起来也不难 就是很麻烦 得好几年功夫慢慢纠正 云影跟她说了 秦峰帮她婴儿治疗的结果 菊花只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 想着那老婆子 居然将她还拽伤了 何止是一点粗暴 她当时拔萝卜了 可是大伙都不是这么过来的吗 将来她也得这么生 这么想着她便沉不住气了 对云影道 你都瞧见了 这些接生婆子也有些经验和见识 可是做事也太没章法了 你就没点想法 云影气恼的说道 我当然有想法 可是能有什么办法呢 我只是个大夫 往常帮人接生的也少 生病了他们会找我 分娩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找我了 就算是找我 也是预防孕妇产后大出血 或者是昏迷等情形 让大夫来救治而已 菊花真真善诱道 那是以前 往后你要改变这种情况 你可知 每年有多少孕妇和婴儿 死于生产的 那是一道鬼门关 你要将这道关卡拿下来 一年不知要救多少人呢 这可是天大的功德 菊花其实也没想那些大道理 不过是为了她自己 为了嫂子刘云蓝 为了她将来的女儿和媳妇 她怎么也要鼓动云影 干出点啥来 听了菊花的话 云影双目炯炯 拽着一把清新的嫩草 沉思起来 菊花打断她的沉思 说道 你呀也别想了 我一点也不怀疑 往后你肯定能成为 一个很厉害的大夫 会接生 出手 定能保人母子平安 可是你一个人就多少人 就算你收几个徒弟 那又能增加多少呢 云影诧异地问着她 菊花问道 嗯 你学医多少年了 云影想了想道 我 我从三岁开始 就跟着我爹辨认各种草药 被药点 是穴位 嗯 六岁开始 练习针灸和摸脉 十岁的时候 才开始第一次帮人看病 开放下药 不过也都是些小病 我爹还在一旁经看着 她见菊花瞪眼看她 解释道 这摸脉开放 不是那么容易的 一个风寒 那也要区分不同的人 开出不同的方子来 就算方子相同 那要的分量也是不同的 绝不是照着书上的配方配药那么简单 若是胡乱照搬 有些时候 小病也会治出麻烦来的 菊花咽了一下口水 艰难地问道 那 那你如今 不是学了十几年艺术了 你师兄呢 他也和你一样 云影点点头道 嗯 师兄也是几岁开始学医的 他比我更不容易 他十五岁就独自在外游历 你别小看这游历 可以增长见识呢 就像我刚说的 一个小风寒 南方的和北方的人得了 这来的方子也是不同的 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 连兵也会不一样 菊花暗耐下心中的震惊 蛊惑道 那照你这么说 想要学成这医术 怕是每个十几二十年 甚至更多年是不成的 可是 接身不用学这么多年呀 吻婆不会开药方 只要叫他们如何做就成了 再配合泼妇产 我估计 失手的可能性就小了 你不妨开个学堂 一批一批的教徒弟 这回换云影吃惊了 他气恼地 瞪了菊花一眼道 你当种菜呢 还一批一批的 说得那么容易 菊花也很郁闷 心到前世的医生 可不就是一批一批的培养吗 你就算弄不出这么多来 也不能只收一两个呀 怪不得医术不能推广呢 像云真人那样 国宝级的顺手 居然只交出两个徒弟 实在是太浪费了 他切而不舍地追问道 你们就不能分别对待 将弟子分成两种 一种呢 是清传弟子 针对那些有天分 又肯上进好学的人 细细地教导 另外一种是 是外门弟子 比如这街深 你就专门培养一匹吻婆出来 你要再把这泼妇缠 他正说得起劲 就见何事站在后院通道口 宠他教导 菊花呀 快回来 秦大夫来了 说帮你看看麦 菊花和云影对视了一眼 丢下手中的锄头出去了 见了秦峰 他微笑道 秦大夫 云大夫才说要帮我看麦了 你不是很忙吗 就让他来就是了 秦峰点点头道 嗯 是这样的 我不过是来帮你试针的 菊花在井边咬了些水 一边洗手 一边诧异地问道 扎针 为何要扎针 秦大夫 你有什么事可不能瞒着我 我说句不知天高地厚的话 你告诉我了 我心里也有能个数 说不定还能帮着说出主意 不定是